慶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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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世子 你饶了慶珠吧 慶珠 看来明哲那死老头子 已经气了西齐了 我留着你还要何用 你们游民人都是懦夫骗子 不敢把援军来相搅 难道你还想看见西齐死吗 蛤 那就一起死 慶珠 敢打我 慶珠 慶珠 来人 把他给我拖下去绑在殿外 本王一会儿再一刀一刀刮了你的肉 是 拖下去 我求你啊 哥哥 明月 你是要去接姐姐吗 肖承睿告诉你的吧 嗯 我刚把他送走 他说让我不要担心 说你已经派人潜入风筝了 应该这两天就会开战 我现在就派人去雍临边境 把婉姻接回来 带上我一起吧 我也想早日见到姐姐 明月 哥哥 好 那你快去准备 我们即刻出发 嗯 放开我 放开我 我不走 我不走 郡主 放开我 不要害怕 我们侍奉殿下之命 来救你回雍临的 请你相信我们 快点吧 再不走来不及了 走 王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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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眼下最要紧的 还是赶紧向盛中签了响表 保住父王的命啊 王兄 响 要想你去响 去啊 去肖家做你的软脚虾去吧 王兄 闭嘴 父王是绝对不会同意 我将西西拱手相让的 我先解决了 那晦气的女人 再去找肖家人算账 我 人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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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哪